二十年我们逐梦追光 二十年我们一路高歌 2004年7月10日 我们中法服装实业商会在巴黎正式成立 历经陈建友 池万峰 陈中华 胡仁爱 陈时诚 董志武 九届六任会长 理事会由最初的17人发展为80多人 商家超过130多家 成长为旅法桥界较大规模的社团之一 作为一个拥有雄厚实力的行业性公益社团 我们的成长标志着旅法华人服装实业发展的勃勃生机 法国永家华侨联合总会刘大海会长携全体成员 热烈祝贺 法国中法服装实业商会成立20周年 法国中法服装实业商会自成立以来 秉承创会宗旨 爱国爱乡 热心公益 为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中法友好交流 做出了经济物线 祝愿在董志武会长的带领下 指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 为中法关系发展 增添新动力 顺应时代发展 再创历史新高 祝愿庆祝活动 取得圆满成功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